在现在,只要你拥有一台智慧型手机 行事例,提醒事项这些APP 这如同个人助理一样帮你记住任何事情 但我们为什么还是在下班时忘了买了一瓶牛奶呢? 我是Vincent,欢迎回到文森说书 总是代办的清单 我们多半都会在通勤途中或是刷牙时突然想到 哎呀,我的电话费还没缴 或是生活中零零总总的琐事 最常见的应对措施就是依赖自己的记忆能力 相信自己待会一定会记得 而最后呢,知道你的手机不能在上网时才再度想起 后来我们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了教训 我们将一切该被完成的事托付给行事例以及代办事项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上述这种坚妄的问题理应被歼灭才对 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我们还是容易在办公室里被同时追杀某个忘记提交的报告 我们还是忘了买伴侣捞到一整天的起司蛋糕 渐渐的,我们活在一个看似掌握之内 但却有失控的生活作息力 今天我所参考的这本书 Getting Things Done 中文书名,搞定 作者自行会认出一套名为GTD的清单整理系统 而这套系统想改善的问题有二 第一个 随意捕捉到的想法难以追踪 在过去 我们通常是想到某件该被完成的事 接着再将它塞入我们的新势力当中 嘿,Siri 晚上七点提醒我要去洗衣店拿衣服 可这样的做法存在几个缺点 首先是 我们大部分的例行公式 基本上都是大计划中的一个小步骤 好比我们必须在周四下班之后 去购买最新的托付参考书 这个例行所示的最终目的 可能是你想让自己的英文能力 变成职场竞争力 或是你最终想到国外进修 为了完成这项大计划 必定会有像是 周末准备考试 跟许减老考古题等等的步骤 购买参考书只是其中之一 但当我们总是想到什么 才塞进去行事历史 我们就无法一次拟定这项大计划中 所有该被执行的步骤 第二个缺点是 将003散的任务 分别塞进去待办事项时 我们很难再往后去追踪 这项任务的进度 这好比一间连锁餐厅 正在举办某个促销活动 天母分店 有自己的计算活动绩效方式 上海分店又有自己的计算方式 等到总公司想在季末 检讨这次活动时 资料就难以统整 而GTT系统想解决的第二个痛点是 光是想到是远远不够的 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过去记录待办事项的习惯 你可能会发现 我们总是用着精简到不行的方式 在记录 好比 药局 买口罩 妈妈空白 生日礼物 主管 逗点 回信 这样的记录方式能做到的效果 最多只有帮助你记得 但却少了让我们去思考 这些任务本质的机会 基于以上几点 接着我会用健身当成范例 来分享GTT这道系统该如何被应用 搞定 盖瑞的腰围与他的工作年资 呈现正相关 在盖瑞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之前 他不把这个当一回事 但现在不一样了 某位女孩子的出现 让他决心改善自己的体态 于是他拿起一张F5纸 跟一支原子笔 开始撰写他的健身计划 首先他需要做的便是捕捉 这过程可能需要个30分钟 也可能需要两个小时 盖瑞需要尽其可能的 把所有跟健身 瘦身相关的想法 一一写在名为收线侠的栏位里 在这个阶段 盖瑞不需要为每件事排定优先顺序 也不需要考虑该被完成的日期 他只需要在脑中捕捉想法就可以了 时间滴答滴答地过去 现在收线侠里 已经写满了数十个代办事项 紧接着 盖瑞需要去判断这些想法 是否需要去行动 例如打电话向健身房 询问瘦身课程 这就属于需要行动的 而像是考虑是否购买白金会员这种 就属于不需要行动 我们可以为这些不需要行动的想法 建立一个名为 将来也许清单 在清单中可以难关了一些 就目前来看可能不重要 但未来会有帮助的事 例如某一间食品公司推出的生酮套餐 或许盖瑞可以在培养出运动习惯之后 搭配着一起食用 但就目前来看这个想法还不需要处理 将来也许清单的存在 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不必现在马上做出决策 但我们很确定自己把这些想法都存放下来了 如此一来 这种安心感会让我们的大脑腾出更多疑郁 来思考目前重要的决策 讨论完非行动的想法之后 我们将焦点拉回到需要行动的想法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判断出这个想法 是否能够在两分钟内马上完成 如果可以 就马上去搞定他们 例如是打电话预约下一堂免费课程 或是询问某个朋友过去的健身经验等等 会有这样的设计是因为 唐瑞在未来 持续追踪这件事情的成本 高过现在马上去做的成本 那我们就该马上去完成它 而不是让它留在待办事项中 到了这边 我们收线匣当中还没有处理的 就只剩下那些需要行动 而且不能在两分钟内完成的 我们将这些想法倒入待处理当中 并准备替这些想法找到所属的列表 我要一次打十个 会被归类在待处理区块的待办事项 往往是一些比较棘手比较费时的 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 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如果我们还让他们毫无规则地挤成一坨 任谁都不愿意去一一消灭他们 在这边我们可以借助几个诀窍来整理他们 第一个是情境 例如你可以建立一张名为用电脑的清单 在这清单底下 你可以从刚刚的待处理区块中挪出那些 需要用电脑才能够完成的事情 好比上网爬找有关健身房会员的资讯 或是跑到健身房的官网 去查看他们这一季度所开的课程有哪些 你也可以建立外出时清单 在这清单底下可以写上 去运动用品店购买护具 到医院进行检疫的健康检查 第二个分类方式 依照人民 例如你可以写上凯莉教练清单 事项可以包括 与他约定下一次上课时间 询问他有关碳水化合物的饮食问题等等 以上这两个分类的好处是 等到我们身处于那些特定情境或是遇到这个人时 我们有办法一次执行多项任务 这让你执行每个事项的启动成本会降低许多 回想一下 我们应该都会让线上购物所寄送到的便利店是同一家吧 道理是一样的 在你将待处理区块的事项做分类时 你有可能会发现 有些事并非你能够掌控 但你却希望自己能够持续追踪进度 这时我们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等待清单 在这清单中你可以写下 你邀请了某某某一起加入了健身房会员 但他尚在考虑当中 或是 10月17号你订了一双新的慢跑鞋 目前正在运送当中 等待清单存在 让你对那些悬而未决 但你又十分挂心的事有了容身之处 你同时也会惊讶地发现在你脑海里 竟然需要同时监控这么多不在你掌握之内的事情 这种整理的过程让你获得喘息的空间 以上这个范例 大体上演示了GTD的基本用法 因为我们过去记录代办事项差异最多的 这GTD系统让我们有意识地去为了某个任务 去做完整的思考和捕捉 且优于我们是以任务为中心出发 所以进度的掌握会更加准确 除了以上基础的使用方式之外 有几个事项能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与形势力做搭配 如果某个事项是具有时间限制的 例如泰拳课程的报名截止日 或是优惠活动结束日等等 我们离因为这些事项加上完成时间 并将之与形势力同步 市面上有许多软体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例如Notion Tasked Google Notes Evernote等等 这些软体几乎都有付费选项 但要完成清单跟形势力同步 往往在免费功能内就可以达成 第二个 尽可能详述每个代办事项 就像前面所讲到的 我们若是用太简洁的方式在记录代办事项 相对而言 我们会少了思考的机会 所以在往后 你可以从过去的主管逗点提交报告 改成 因为这一季度新开的专案 我在验证完可行性之后 需要向主管提交一份报告 等到这份报告通过之后 就可以开始跑专案了 这种改变 可以让我们每次记录时都思考一下 例行任务跟目标之间的关系 我们甚至还可以因此想到其他该做的事情 第三个 工作跟私人都需要搞定 许多背负极大压力的上班族 他们大多都会认为 这些负荷一定是来自职场 但有些时候可能刚好反过来 恰恰是因为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个人生活整理完善 以至于他们在工作时 还在被非工作范围内的个人琐事侵扰 最后工作表现不张 以至于压力升高 所以请记得 好的任务管理系统 不仅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 在家里头放几罐也是不错的 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感想 在开始读这本书的第一天 我就为自己的某几个任务 开启了所属的GTT系统 但在不久之后 我发现个有趣的改变 那就是我的系统变得简单许多 可能是我变蓝了 也可能是个性使然 我不管 反正这套系统 从原本像是数值分布 变成一张又一张的清单 我最后保留下来的 就只剩下将来也许清单 等待清单 各种情境的清单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 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 它让我开始会去留意那些 一闪而过的想法跟点子 并把它们丢在某个清单内 它让我开始感受到 即便是一个多么微小的事情 如果我不去控制 追踪它们 最后这些想法 就会反过来控制我们的生活 想优化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或许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化GTD系统 是个不错的开始 我是Vincent 书中讲到 我们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 无需用脑清单 想象一下 我们竟在公司内 过了熬人的一天 回家之后 看到艰难无比的代办清单 我们可能会更显像打开Netflix 但有了无需用脑清单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去处理各种低耗能的代办事项 如果未来作品值得你期待 请别忘了按订阅 我的Instagram和Podcast 也欢迎你们来家找到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